為大家帶來 瘋魔時亡實戰後的一個分析 我們先談一下 瘋魔時亡當作隊長的強度 整體我覺得實戰起來 就大概落在T1尾端的一個強度 就是你不能說他爛 但是他也能夠通關現在大部分的關卡 但他的實際上面 我覺得他的缺點就在於他的血量 實際血量實在是偏低 整個組起來 沒有特別撐血量 大概約3萬到4萬之間 差不多是這個血量 不過他的本身隊長技能是他還有減傷 雙隊長有到80%左右的一個減傷幅度 所以這隊很顯然 他是比較適合去打那種 比較沒有帶有這種無視減傷的關卡 會是比較適合瘋魔時亡去打的 然後再來他的操作呢 我覺得也是比較偏難的 就是他的隊伍技能也是要消這個9攻格 才能增加combo 然後同時你要到達最大倍率 你除了消9攻格之外 你還要消5個屬性 所以你要到達這兩點才能到達最大倍率 所以我覺得以消除條件來講 跟這個血量 會比較算扣分 有一點扣分 所以整體的強度就落在T1的尾端 但他的優點也是可以提一下 比如說他一進場 就是有平砍破百億的一個實力 只要你會組 帶一些像慈愛這種隊員 有加攻擊的 然後其實破百億是沒有問題的 然後我們有出那個實戰影片 大家可以去看 這是一個優勢 然後第二個的優勢就是 他高減傷 有80%的減傷 第三個優勢 他可以隨時的撸珠 你要撸新珠 你的起手珠是新珠 你可以撸新珠出來 然後你可以撸光珠出來 自己選擇 所以他其實不太怕卡珠 所以這些都是他的優勢 優缺點都有 但我覺得這樣的卡片是優點大於缺點的一張卡片 缺點都可以靠一些方法解決 比如說實力血量不夠 那你可能就帶個擋死的也可以 對不對 或者是你實力量再帶那種撐血量多一點的 最高是可以撐到大概六七萬以上是可以 還有方法可以解 然後再來九宮格這種的話 你可能就帶個牌珠 如果你覺得真的是太難牌的話 他自己的技能有帶有牌珠吧 或者是你帶比如說像是 像是馬修這種都可以牌珠 所以其實缺點是有辦法解決的 所以整體的評分下來呢 我就覺得這一隊是可以玩 大概大家 新手的話可能上走難度比較高 所以這個應該是做出給老手的 然後他本身牛棚的要求也比較高 因為他只能帶人跟魔 然後人跟魔又要求那種 隊員加攻擊力 隊伍技能加攻擊力比較高的 通常那種卡片在之前來講就是合作卡比較多 所以我覺得冯魔死亡這一張呢 如果你單就只有抽蠻假面的話 應該是體驗不帶到他真正的強度 他還是要搭配一些之前的合作卡 好 那再來我們就要回答大家一個問題 就是聊天室剛剛有人問的是 死亡只有一張的話到底要不要淺解 我的建議是可以淺解 因為淺解之後你可以玩到一個比較好的隊長特性 那加上他主動技能在魔族來講 在魔族來講是少數的20秒牌珠 他應該是最高秒數的魔族牌珠的一張卡片了 而且他還可以直接繼承版面 這一點是真的很特別的 所以以魔族來講 他以後這張不當隊長了 他當其他的隊員也是非常非常的實用 那反觀如果說你是人族形態的死亡的話 那人族很多牌珠嘛 比如說隨便舉例就是馬修一大堆 所以其實人族是不缺這種牌珠的 那這樣如果說你以死亡作為加combo好了 人類也一堆加康嘛 比如說你要加康你就帶一個項羽 一大堆反正我們就不舉例了 所以其實死亡人類的這個形態反而 在人類的牛棚裡面不算獨特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我選一張 要淺解的話 你只有一張的話那我真的還是建議淺解 但正常人應該是有兩張以上啦 比如說你抽滿10抽就送一張了嘛 然後你在克格禮包可能比較貴 3000又一張 然後如果說你再把雙周副本 然後到最後一周神秘卡片全部練滿的話 又再送你一張 所以正常人應該會有兩張以上 那這樣就不用煩惱了 如果你有兩張的話 那你就直接一張進化一張不要進化 就這麼簡單 然後再來是我們要談到 死亡的一個隊員選擇 要注意喔我們先看到隊長技能 隊員一定要帶人極魔 意思是你不能帶全魔的配置 你好歹好歹都至少要塞一張的人類 你才有辦法觸發到隊長給你帶的倍率以及生命力加成 不然你完全就是一張廢卡 所以隊員呢 這個不能賭全魔的前提下 請不要再帶薩斯姆了 這是一個 真的要非常注意 因為薩斯姆要加血的話 你一定要全魔才有辦法加血 所以薩斯姆是完全不及格的 千萬不要帶好不好 這是一個大前提 所以不要再想帶這個東西了 然後以這個前提下面我們就可以來為大家推薦這個好用的隊員 那在進入這個隊員推薦之前還有一個是必須理解的就是 他會將隊員的攻擊力吸到自己身上 所以反過來來講的話 如果你隊員 你的隊員是那種攻擊力比較高的 或者是他隊伍技能是可以直接加成的 這種是最優秀的一個隊員 所以我們就來為大家推薦有沒有類似這種隊員的 這邊幫大家整理出一些之前合作的一些組合 比如說像是美鳥達斯 他就跟伊莉莎白有三維1.5倍的加成 這個就很好 他這個邏輯是這樣子 就是他會把隊伍技能1.5倍加完之後 再吸 再給食王吸過去 所以如果說你帶這個 我們剛才有實測 我們剛才那個實在影片是這樣帶 那這個兩張 美鳥達斯跟伊莉莎白1.5倍 加成完之後 食王再吸他們的攻擊 所以我們實在影片有看到說 食王單張的卡片 是可以到3萬 3萬以上的 非常恐怖的一個 那個 輸出量 一個攻擊量 所以 你隊員帶這種 加 有隊伍技能加成會比較好 那同樣有隊伍技能加成 還有飛影跟蛆 然後還有這個 蟻王 跟他的信徒 然後再來是炭治郎 跟他的妹妹也有 然後 妹妹炭治郎 妹妹炭治郎 對 妹妹炭治郎跟善逸 這三個組合 的血量加成是最多的 當然你也可以不要帶善逸 只帶 妹妹 跟炭治郎也是可以 那如果說你要高想要組這隊的話 我們剛才有實測 大概 6萬多接近7萬的一個實體血量 所以這個算是可以撐血量的 其中一個搭配之一 不過我覺得炭治郎比較不適合 因為炭治郎大部分的技能 都是轉水跟火 那這一個實王呢 其實 他是 隊伍技能是要消無數 所以這個時候就會 間接的壓縮到他的倍率 所以其實我覺得炭治郎 這個組合反而是比較不推的 只有血量比較高 的這個優勢 好那再來的話 最推的反而是這個呂布組合 因為現在你可以發現到什麼 汽車的盾 呂布炸一炸就直接不見了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呂布 很適合帶 再加上這一隊 實王其實有高減傷 只要敵人沒有無視減傷 其實你是可以跟敵人對魔到爽的 80%減傷是很狂的 那有這個 巴哈上面有文章說 這種減傷呢 屍體 虛血是可以 擋到25萬左右的一個攻擊 好 所以如果敵方沒有無視減傷的話 是可以跟對魔到爽的 而且 實王的一個好處是 他可以心珠其手 那就可以回血回到寶 所以 我跟你講 這種對魔能力還是很好的 前提下 那帶呂布的話 你就可以一直磨 然後一直炸 一直磨一直炸 是不是 所以我覺得呂布也是很推的 這個合體 然後再來如果你要談到人類 單張卡片可以加血的話 那可能是馬修跟這個 以諾可以去帶 那要記得帶武裝龍科 那就可以讓血量更高 這樣子 那這些大概都是撐血 以及加攻擊力的一個搭配 那基本上 主隊的核心就會像是這樣子 我們帶一個加血 加攻擊力加三圍的一個組合 大概是一張或兩張這樣子 然後剩下的話 就帶結板能力卡 這兩個位置 帶結板能力卡 那如果說你真的沒有 呃 關卡就不用再帶結板能力卡的話 那我會最推 再帶這個 齒愛 他可以一進場 就讓這個攻擊力兩倍 這是完全內建的 不用開技能喔 直接兩倍 會讓直接一進場 就有機會破百億的平坦 所以你要一進場就傷害高 齒愛一定要帶 那再加血量的話 你可以再帶奈普 奈普的條件 就沒有像是薩斯姆這麼嚴格 他只要隊伍中 有三個魔族 那雙隊長是 那個魔族 你再帶一張奈普 就達成了這個魔族加血條件 好 不過如果說你要帶奈普的條件 有一個先決條件是 人類盡量少帶一點 好 人類最好只帶一張 剩下都是魔族 你這個加血的 那個條件 就會比較好一點 所以奈普是可以帶的 那同樣道理 一樣的隊伍技能 還有這一張 也是可以去帶 那這兩張比較推哪一張呢 我會覺得看關卡吧 如果說今天你要回血 回血的需求比較多的話 就帶這張 那單純要增傷的話 就帶這張 這張是可以增傷 然後這張 剛有提到不要帶 那庸子的話 我也推薦 可能不一定要帶 因為 剛有提到 要消五屬才能到達最大倍率 那庸子 他就會把關按轉掉 反倒是有一點 綁手綁腳的 但是庸子有一個好處喔 如果今天關卡是 出那種很多 光暗禁銷 或者是一直要你 接隱身盾 的前提 帶庸子還是 力大於必 所以我覺得庸子 在那種極限的 做球關卡 還是很適合帶的 當然現在出很多這種關卡 大家自己去體驗看 就知道 有些關卡就是真的 帶庸子 輕鬆一百倍 那在這個前提下 我覺得還是可以帶庸子的 那頂多就是讓輸出的倍率少一點 因為你可以看他這個隊伍技能喔 他不一定要消到五屬才能吃到六倍喔 他消三種屬性 你只消水火木 你開庸子消水火木 他還是至少有四倍左右的增傷倍率 所以他倍率還是有的 只是傷害沒有到頂端就是這樣子 所以帶庸子還是可行的 就看情況帶 如果說關卡 比較沒有弄什麼光暗限盾的話 光暗禁手消這種的話 那可能就不一定要帶庸子 看情況啦 那大概推薦完 主要的一個脈絡了 就是隊員大概就是這樣去組 其實有這些我覺得就蠻強的 那最後就談到比較特殊的組法啦 就是你要撐高血量的話就這些 剛剛有提到這個 鬼滅隊嘛 這個可以去撐血 或者蟻王 這隊血量也差不多五萬 我記得這好像六七萬那邊而已 然後最多的血量應該是這隊啦 童子希 加上以諾帶上這個 秘術圖 這隊最高最高就是七萬的血量 算是這隊 死亡的隊長最高最高血量的組法 如果你們有更多血量的組法可以提供 這是我 跟觀眾一起討論出來最高血量的組法 大概是七萬 所以這隊的頂端的血量大概就是落在這 普遍來組 普遍來組像這樣 稍微帶一些撐血量的隊員 大概也在落在四萬左右的血量 那如果你連撐血量的隊員都沒帶的話 大概只有三萬 有點慘 所以我覺得至少還要帶一些撐血的 這隊會比較舒服 所以縱觀來講的話 隊員其實牛棚是蠻大的 但都建立在這個 大部分都是合作卡 所以才會一開始跟大家講說 這一張卡片玩得強 大概就是你之前的牛棚要抽起 會比較能夠體現這張卡片的真正的強度 好 那這個石王的分析 差不多就在這邊告一段落了 總而言之 這個石王我覺得 以結論來講 還是 現在還是偏娛樂型的一個隊長 真的沒有想像中的這麼強 但還是能通關啦 有些人可能會拿他跟之前的救急X去比 那我覺得沒必要 因為完全比不上 救急X真的還是比較強 講實話是這樣子 但救急X大家還記得嗎 那時候有出Sigma 有出Sigma 然後才讓救急X會更強 那我也期待官方是可以再出一個縫魔的專武 可以讓縫魔的強度可以再更上去 比如說縫魔可以再出一個隊員 帶了之後讓他的血量就更狂 能夠突破10萬或者是 要求不多的話可能到5萬 5、6萬以上其實就很夠了 所以我覺得我期待官方如果說 要讓縫魔的出場機率更高的話 要再出一個轉武 不然實在是 這個血量實在是有點不及格啦 以上是我的建議 好啦 那分析影片就在這邊告一段落